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劳苦大众们大部分时间里是被封建贵族所统治的,而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华夏大地共经历过九次比较大的盛世,在这九个所谓的盛世之中,国民经济得到增长,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上升,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优秀的文化作品也大量涌现,可以说盛世的存在彰显了中国封建文明的辉煌, 而在九大盛世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就属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这耶孙三代所一手铸就的乾清盛世了 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乾清盛世又叫康乾盛世,自康熙二十年、1682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起,至白连教大起义爆发结束1796年,总共持续了115年 可以说在康乾盛世的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有史以来最为安生的太平日子 有人曾用康熙打天下,雍正守天下,乾隆拜天下这句话来给康乾盛世做了一个总结 因为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驾崩后,清朝的国库中只有800万两白银 而雍正皇帝死后,他给儿子乾隆却留下了6000万两的遗产 但是等乾隆归天后,这6000万两竟然一分也没留下,雍正帝的6000万两遗产真的都让乾隆也败光了吗 乾隆难道真的连一个字也没给自己的儿子留下吗 康熙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 康熙他老爹顺治英年早逝,才24岁就撒手人寰了 这也使得康熙在八岁时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虽然八岁就达到了人生巅峰 但是康熙继位时,大清王朝正处在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可以说,站在山巅的康熙一步走错就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 首先在朝,由于康熙继位时年纪上小 朝中那些个掌握实权的大臣纷纷宣宾夺主,主掌朝廷重要事务 这其中要属辅正大臣敖拜自为嚣张 他在朝廷上结党营私,操控权柄 致使康熙皇帝虽名义上贵为天子 但却并非是大清王朝实际的掌舵人 其次在也,康熙帝继位后为了巩固皇权 他所谋划的第一个事就是薛三藩 这也致使平熙王吴三贵,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京中这三位大清藩王苟急跳墙 纷纷自立门户,招兵买马意图谋反 除此之外,沙皇俄国也不消停 这些俄国人趁着康熙忙于平定三藩 无暇顾及帝国东北 便趁此机会派远征军侵占了大清东北黑龙江一带 并在这里烧杀抢掠,洗劫资源 康熙二十四年,大清王朝为收复东北师弟与沙皇俄国 在东北雅克萨地区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卫反击战 史称雅克萨之战 一边要提防全臣篡位自立 一边要与三位藩王抗争到底 一边还要在中俄边境收复领土 可以说在康熙纪委初期 康熙这皇帝宝座坐的一点也不踏实 但好在咱们的康熙爷是一个族制夺谋 治国有道的君主 康熙八年,康熙帝在索俄图、黄熙滚等人的帮助下 致其敖拜坐稳龙椅 康熙二十年,清军攻入云南昆明 至此平定三番 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弥补处条约 捍卫了国家主权 所以说正是因为康熙皇帝历尽了千难万险 克服了重重险阻 这才奠定了康前盛世社会基础 但是奠定这牢固根基的手段 主要还是战争 而战争就要花钱 所以康熙在位时 清朝的财政支出意志非常巨大 这也使得康熙朝末期国库空虚 以至于在康熙帝驾崩后 雍正爷继承的遗产 仅仅只有可怜的八百万两白银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病逝 他的四皇子印针继承的大统 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第五位君主 历史上雍正帝一直是一个毁于参半的人物 有人说他是明君 正是因为他大刀阔斧的施行改革 才有了清朝中期的经济腾飞 但也有人说他是暴君 说他冷血无情 手足相残 是负篡位 但是在历史文献中 人们的确找不到雍正帝是负篡位的证据 但是他成就清朝中兴 却是实打实的现实 康熙末期 清朝经济为你不振的一大争结 就是官员的贪腐 因为清朝的官奉制度 继承的是明朝的低薪养怜 据史料记载清朝的一个总督一年因工作需要所花费的银员大概在两万两左右 而朝廷给总督大人的奉路却是一年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要知道在清朝朝廷只管官员的奉路 而官员手底下的办公人员的工资 全部都要官员自己提供 这就造成了清朝官场上官员开销与收入严重不符的现象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既然朝廷给的钱不够 那么为了生活这些官员们只好把魔爪伸向了劳苦大众 把目光瞄在了税收这一项上 在清朝 每当政府收税时 各地方官员总是以损耗为由多收取一部分 而这些所谓的损耗其实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虽然政府官员们靠损耗挣了个盆满钵满 可是多出来的税收却压弯了劳苦大众们的腰杆 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交不起税收而把土地卖给官员地主 需要注意的是 在清朝官员地主是不用上税的 这也就导致了康熙末期农民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少 官员地主免税的土地越来越多 致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减少 雍正皇帝继位后 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种癥结 随即出台了火号归功制度 养连银制度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制度 雍正出台的政策 一方面让各地政府官员不能再以损耗为由 实行贪磨 另一方面 政府会将集中管理的损耗费用抽出一部分 用作官员们日常工作的支出 这样一来 官员们的财政支出压力小了 生活压力小了 豁出命来搞贪腐的动力也就小了 这新政虽好 但却触碰到了世绅集团的利益 这也使得当时的很多大臣 纷纷建议雍正推行新政 不要这么激进 但是咱们的雍正爷力排众议 坚决地要搞好新政 雍正皇帝并不向他的父亲康熙那般注重名声 他曾亲口说过 我并不在意后世人对我的评价 雍正爷在非议中采取的新政 也确实效果显著 据统计从172年到1735年 雍正皇帝一共在位13年 而也就是在这短短的13年里 雍正皇帝将康熙去世后 国库中仅有的800万两白银 变成了6000万两 大清王朝也在雍正的治理之下 逐渐走向了辉煌 雍正13年 乾隆皇帝正式继位 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第六位君主 乾隆皇帝打破了中国历代帝王 执掌权力时间的记录 乾隆从1735年 继位到1799年去世 一共掌控了大清王朝64年之久 在乾隆的统治之下 大清王朝真正来到了盛世的顶端 据统计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人口记录 是7000万人左右 历史上 虽然某些时间段人口数量能够突破1亿大关 但紧接着战乱 饥荒又会将这个数字降低到7000万上下 可是到了乾隆年间 中国人口数量得到了激增 据史料记载 乾隆6年 中国的人口数量是1亿4000万人 而到了乾隆55年 这个数字增长到了3亿 也就是说乾隆在位期间 中国的人口整整翻了一番 这不得不归功于乾隆治理下的大清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虽许多人将乾隆称为千古明君 但是这位千古明君却是一个实打实的败家子 当年雍正皇帝去世时 乾隆得到的遗产是6000万两白银 这雄厚的物质基础 也让乾隆皇帝的前期执政顺风顺水 毕竟有钱就是好办事 可是到了乾隆末期 这位秦秦恳恳当了几十年皇帝的老头 却开始变得娇奢淫义起来 他花费了大量白银 大肆修建圆明园 他一生六下江南 每一次都要花费上千万两的白银 他重用和珅 默许他大搞贪腐 以至于乾隆末期 清朝官场贪腐之行盛行 从而导致了白连教起义的发生 乾隆这种娇奢淫义 虽然败光了老爹雍正留下的家底 但是他也给他的儿子嘉庆 留下了特殊的遗产 这个特殊遗产就是清朝聚贪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十全皇帝乾隆在养心殿去世 就在乾隆去世后的十五天 大贪官和珅被嘉庆皇帝赐死并抄架 据实料记载 和珅家中被抄出的金银细软 古董名画数不胜数 另外算上和珅名下的房产店铺等不动产 和珅一生总共贪没了大约十五亿两白银 这些财产在和珅死后 全部被嘉庆皇帝责令充功了 所以说乾隆并不是一个子儿 也没给儿子留下 恰恰相反 乾隆给嘉庆留下了足足十五亿两白银的遗产 这可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二十多倍 康乾盛是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范围内 真正意义上的天朝上国 但是这种辉煌的繁荣 也造成了统治者的自大与自满 乾隆晚年不务朝政 交涉引逸 减少通商口岸 实行闭关锁国 而那个时代恰恰是西方社会进步的时代 此时的法国正在进行人权革命 此时的英国刚刚施行了君主立宪 可以说乾隆晚年的顾不自封 造就了清朝有极盛 转为终衰 直至最后覆灭的悲惨结局 因此出生在康熙二十一年 是康熙皇帝与孝庄文皇后所生的第四个儿子 他的成长环境保经历练 早年受到父皇的倚重 但他并未因此而嚣张 相反 印刺从小就表现出深沉和沉着冷静的性格 对政治和军事事务 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兴趣和理解力 印刺的一生 与其说是在朝廷斗争中崭露头角 不如说是默默为国家 为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军事方面表现出色 被任命为雍和萨布记录之职 掌管军务 然而 与其他皇子争夺皇位不同 印刺并未将手握的权力 用于谋取皇位 而是以安定国家 服务百姓为己任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 知道自己是为了家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存在 而不是个人的私欲和野心 在康熙朝 雍亲王印刺以他的勤政苦干而著称 他推行军事改革 提高军队战斗力 保卫国家安宁 在他的领导下 雍和萨布记录 得到了有效的整顿和加强 成为清朝军事力量的坚实支柱 印刺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有着深远的眼光 他秉持着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的信念 始终以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先 印刺在朝政上也表现得相当低调 他不插手权谋斗争 不参与争夺皇位的风波 而是默默为康熙朝廷的稳定和运转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康熙晚期 他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 多次被任命为摄政王 管理朝政事务 他以温和 明智的态度处理政务 保持了朝廷的稳定 受到了百姓和官员的一致好评 然而 真正让印刺声名显赫的时刻 是在乾隆时代 乾隆继位后 他对庸亲王印刺极为尊重 多次向他请教政事 甚至让他主持太和殿大典 展示了对他的深切敬意 这种尊重 不仅源于印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才能 更体现了他在家族和国家利益上的无私奉献 印刺始终奉行低调务实的原则 使得他在乾隆时代 依然能够保持重要地位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起到了积极作用 拥亲王印刺的一生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调而充实的篇章 他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 没有陷入宫廷斗争的泥闹 而是默默为家族和国家默默付出 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下 有一座神秘的陵墓 静静矗立了六百多年 他不仅从未遭受过成功的盗决 甚至连清朝的康熙 乾隆这样的帝王 也亲自前来跪拜 这座陵墓 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安息之所 孝陵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这座陵墓 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屹立不倒 令盗墓者闻风丧胆 皇帝们也心怀敬畏 今天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座传奇陵墓的神秘面纱 故事要从朱元璋的一个浪漫心愿说起 相传 在红五十四年 公元一千三百八十一年 朱元璋筹划自己的陵寝 这位从乞丐逆袭成帝王的传奇人物 此时已经统一了中国 建立了强盛的大明王朝 在选择陵墓地址时 朱元璋却显得格外慎重 据说 朱元璋曾向一位道士 请教陵墓选址的问题 这位道士神秘地告诉他 若想让皇陵永远安然无恙 就该选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 那里气脉流转 正是帝王长眠的风水宝地 朱元璋听后若有所思 最终决定采纳这个建议 但是朱元璋选择紫金山的真正原因 却是一个显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原来朱元璋希望能和自己的发妻 马皇后合葬于此 马皇后是朱元璋的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深厚 即便是在朱元璋功成名就后 马皇后依然是他最信赖的伴侣 朱元璋希望能与挚爱的妻子携手长眠 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 却让他倾注了毕生心血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朱元璋调动了整个帝国的资源 整整25年 动用了约10万名工人 才最终完成了这座宏伟的陵墓 可以想象 当时的明朝政府 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不仅仅是一座陵墓 更是一个凝聚了无数人智慧和汗水的庞大工程 朱元璋的用心远不止于此 他在陵墓的设计上 可谓煞费苦心 将防盗技术发挥到了极致 与传统的土葬不同 朱元璋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横向开凿方式 直接将整个墓室建在山体之中 这样一来 墓室外部就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即便是现代的打装机械 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 更令人惊叹的是 朱元璋在墓室大门处设置了多达五到十门 每到十门厚度都超过半米 这意味着 即便有人闯过第一道大门 还需要逐个破开后面的十门 才能进入地宫 对于当时的盗墓贼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层层设防的设计 不禁让人联想到现代的密码保险箱 只不过规模更加宏大 除了这些物理防御 明朝政府还部署了专门的守灵部队 日夜巡逻 时刻警戒 这支部队不仅训练有素 更是承担着保护皇陵的神圣使命 他们的存在 让任何胆敢基于皇陵的肖小之徒都望而却步 这样的重重保护 让孝陵在六百多年间 都未遭受过任何成功的盗墓事件 不得不说 朱元璋在保护自己灵幕方面的决心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 也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治国的态度 精益求精 不留后患 孝陵的神奇之处 不仅仅在于他的防盗设计 整个灵幕的建筑艺术同样令人惊叹 虽然大量使用了食材 但整体却丝毫不显的冰冷僵硬 相反 孝陵展现出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融的气质 仿佛是大地的有机延伸 从正门的碧瓦红墙 到内部的响殿 方城和明楼 每一处建筑都彰显着大明王朝的雄浑气势 建筑师们巧妙地将石头和木材结合 不仅增强了建筑的稳固性 还为整个灵区增添了独特的韵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孝陵外墙已经与周围的大地融为一体 仿佛是从大山中凿出来的一般 这种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 让人感受到一种与天地同在的神奇 漫步在孝陵的古道上 四周的古树和小溪 仿佛在诉说着一段久远的故事 让人恍如隔世 这种建筑艺术不仅展现了明代的工艺水平 更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对自然的敬畏和融合 那么为什么连康熙 乾隆这样的清朝皇帝也要来此跪拜呢 原来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 要知道 当满清入关建立清王朝后 整个中国只有五十万左右的满族人 而汉人却占据了绝大多数 如何获得汉人的认同和支持 成了清廷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汉人心中 朱元璋是一位驱逐外族 恢复汉人统治的英雄人物 因此 清廷对朱元璋的态度 直接关系到能否赢得汉人的支持 康熙和乾隆亲自前往孝陵参拜 正是为了表达对明朝先祖的尊重 从而获得汉人群众的认同 这种政治智慧 不仅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远见着实 也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尊重历史 敬畏先人的传统美德 学校文化中尊重历史 involved 感谢观看